完美魔法寶 完美魔法寶 每天其實需要訣竅 完美魔法寶 為你打造美的城堡 完美魔法寶 其實你我都很需要 完美魔法寶 為你打造美的城堡 完美魔法寶一定要為你打造最健康最美麗的城堡 歡迎各位觀眾光臨我們今天的完美魔法寶 今天我們就要去外景的任務 跟大家一起來找尋 到底我們洛杉磯哪裡 可以花少少的錢就可以買到 日本最硬最夯最流行的服飾 那麼除了有衣服之外 還有鞋子我們女生最愛買鞋 而且總會覺得自己缺少一雙好鞋子 缺少一件好搭的衣服 那麼要怎樣穿出最流行的感覺呢 今天跟我走就對了 我們現在人的位子在 夢區怕的泰埔廣場 店名呢等一下再告訴你 Let's go 你看像我們牆上呢看到了很多 像在日本呢雜誌很夯的雜誌上面 公佈的一些現在流行的像這種圖騰的T恤 大圖案的T恤 不論你是少女親手女還是手女都可以穿出帥性的風格 而且絕對不會被說幼稚 百搭而不退潮流 寶主封他為衣服界的東方不敗 然後呢這個呢是屬於比較這種毛毛的感覺的 然後還有這種短裙 就是像芭蕾舞裙的這種感覺 今年的夏天很難拒絕這一款飄逸的雪紡紗短裙 配上高跟或者是平底的羅馬鞋 甜美混搭帥性的氣勢就出來囉 這邊呢看到了這一件沙沙的海洋風的裙子 長裙 今年呢特別特別的發燒 我們知道每一年呢都會流行不一樣的長裙 這種飄逸感的 可是今年呢要挑選的就是有這種小碎花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的人的位子呢在哪哪哪裡呢 我們看到在MOST MOST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訪問這邊的老闆娘 聽說呢她是年紀輕輕就自己開始做生意 我們都要跟她學習 她的完美魔法寶我們現在訪問到我們MOST的老闆娘 哇非常的年輕漂亮 當初怎麼會想要開這家店 因為是女生嘛就比較喜歡服裝啊 飾品啊這些Bling Bling的東西啊 那可以跟我們講你的像你從選貨是你自己親自選的嗎 是 沒錯 所以你自己要很有TEST才行啊 對一點一點就是 就是越選越好吧 而且我聽說你們這邊生意非常的好 長長衣服只有一件ONE PIECE 賣完了就沒有了 沒錯真的沒辦法 客人也很哎呀就說怎麼辦呢 真的買不到了嗎真的買不到了 所以說來這邊呢如果還說要想的話 就是挑到一樣自己喜歡的東西 如果你只有60分喜歡的話還是要趕快把它訂下來 因為馬上人家就想走 對沒錯因為一件的話就今天不買 明天再過來的時候就真的沒有 因為我知道Grace你們的衣服啊很多都是從日本進口的 那這個日本呢我們知道說有很多它的名牌很多會仿造它的 你知道要怎麼樣分辨說日本的品牌跟一般的牌子 你要怎麼樣從摸摸出來或它的質感來挑剔 嗯可以的呀 嗯嗯比如說這一件 這一件是日本LISA的 你可以摸一下摸一下好舒服喔 如果是仿造的話就是沒有這種料子 對而且它裡邊的做工啊針線啊都非常細 嗯對所以大家很容易知道它 很容易知道 那就是你一摸就知道 那我知道說像在你電影的客人 我們順便也提到一下好了 很多人都會問你怎麼保養 因為我們日本的衣服齁它做得很細 然後它也很很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就壞了 所以你告訴我們怎麼去洗它好不好 沒錯比如說這件衣服它全都是蕾絲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熟悉 熟悉不用乾洗 不用乾洗 就熟悉泡冷水裡面洗一洗就好 然後再拿起來曬乾就可以了 所以凡事都要親手做 對沒錯就是麻煩一些 不過好的東西就是要自己好好保養 Grace我知道你常常挑貨 所以你應該知道我們今年的夏天 對流行什麼樣子的衣服 你overall的幫我講一下好嗎 好的 今天夏天比較流行蕾絲的衣服 就像這條小裙子全都是蕾絲的 還有那種極地裙很長拖地的那種 拖地的裙子你覺得適合什麼樣身型的女生可以穿 因為我知道很小隻的女生 或者是比較臃腫的女生 實在是不太適合穿這種極地裙 那你會建議什麼樣子的人可以穿 像是比如說我們的店員 他今天穿的就是極地的蕾絲 好 我們趕快來歡迎一下 我們今天很像芭比娃娃的模特兒 你好 來 站在我們中間 叫什麼名字 今年幾歲 電話號碼幾號 好開心喔 為什麼被問這些問題那麼開心 不過真的 我們店員叫做Tiffany對不對 對 Tiffany非常可愛 很像芭比娃娃喔 很會化妝 下次客人來這邊可以請教你怎麼化嗎 沒問題啊 好 像Tiffany現在身上穿的就是所謂的脫地的裙子 所以Grace妳是說像這樣身型的就可以穿是不是 對 沒錯 像大概其實高矮不是問題 對 真的嗎 真的不是問題 所以各小的女生也可以穿 對啊 其實Tiffany就剛剛好嘛 妳是說她也不高就試得上 發現一件問題 這種極地的裙子很難配鞋子 配松高底的鞋子比較好 妳等一下可以幫我們看一下是什麼樣子的鞋子 這種鞋子都可以的 有一個蝴蝶結 所以今年也非常流行這種脫跟鞋 妳可以幫我們特寫一下 Tiffer妳轉過來一下好不好 這種鞋子它並不是細根的 而是它是有一點厚底的感覺 然後要怎麼挑衣服 因為我知道像這種基地的裙子 有很多像小碎花 大花 然後大部分是沒有這麼素色啦 是不是有一雙是可以百搭的鞋子 有的 比如說妳就可以買一雙米白色的高跟鞋 對 像羅馬風的那種 它可以配很多衣服 所以一定要高跟 我是蠻喜歡高跟鞋 我個人蠻喜歡高跟鞋 而且我們店裡主要都是高跟鞋 對 穿上之後就是比較有氣質 好 這就是Tiffer妳幫我們示範的 今年非常流行的這種長的拖地的裙子 那當然在這裡也是蠻多的款式嘛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比如說它這種長裙 如果說女生嘛 有一些女生都不喜歡穿吊帶的衣服 所以它外面就可以配這種罩衫 網狀的 這個是日本的 它的做工很好 然後這種花本也很好看 所以說如果去海邊比較冷的時候 就可以披像這樣的罩衫 或者是你手臂 不想要露出來 不想太暴露 反正就是胖啦 不想露出來 的話就可以穿這種罩衫來修飾一下 也是非常的飄離 非常的可愛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的完美魔法寶與大家分享了 如何辨別真正名牌的日本進口服飾 海洋風的長裙如何搭配 在MOST服飾店 我們還看到了其他流行小物和飾品 好消息只要是看完美魔法寶的觀眾 在店裡消費滿80元就可以得到衣服一件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更多的夏天服裝搭配秘訣 請鎖定每一集的完美魔法寶MOST單元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掰掰